美国人寿保险的种类 1. Term Life 消费型人寿保险 优点是价钱便宜 缺点 年龄大 何贵 无现金价值 只有定期保障 10年 20年 30年 没有终身保障 想租房子 交租金就有住 不交租金就没有居住权 2. Permanent Life 终身险 优点 有现金价值加投资功能 保终身 不足的地方就是比较贵 3.终身险 有氛围 Whole Life 1970年以前的终身险就是whole life一种 有现金增值策略 长期供债加分红 预估回报3%至4% 优点 身故理赔保证 现金增值有最低保证 缺点 费用高 付款不灵活 增长慢 U.L. Universal Life 现金增值策略 短期债券 预估回报3% 优点 付款灵活 杠杆高 缺点 增长慢 V.U.L. Wariable Universal Life 现金增值策略 共同基金 预估回报8% 优点 现金值直接参与投资 增值潜力大 缺点 投资风险大 G.U.L. Guarantee Universal Life 不管现金增值如何 但保证理赔写 I.U.L. Index Universal Life 指数链接万能险 现金增值策略 指数链接 预估回报6-7% 优点 现金与指数增值与指数链接 避免市场下跌风险 保底所利 缺点 现金增值有风顶 一个健康女性30岁 每月存500美元到I.U.L.的保单里 连续存15年 以再退休每年领6000美元多的 终身免税退休收入 房地产能不能每月投资500美元 持续投资15年 之后房地产投资会给客人 每年6000美元多免税的终身收入呢 当然不会 所以现在用人寿保险的终身免税的收入 当作退休金的补充 比出租收入更省钱省心和省力 详情请私信